有人就问我春节期间可不可以旅游啊等等 我们先别出去玩 因为经历了三年的灾难 我建议大家先反思 就移情给我们带来的教育是什么 给我们带来的反思是什么 因为如果对灾难不反思 灾难还会来的 我们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灾难 我们不要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疼 不要像鱼一样记忆只有三秒 你首先要知道灾难怎么来的 你不要老庆幸吧 你看我们多数人灾难过后 他不是反思是庆幸 庆幸我没死 应该死这么多人我没死 这是很悲悲的一种现象 托斯托耶夫世纪说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明天的生活 是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难 其实就这个意思 不管怎么着 我再接着继续说 就是认知越高的人 越看事情越客观 他首先看事物的本质 背后的规律 盲目乐观的人 看问题他是主观 但是这种人呢 他很鄙视悲观的人 但是我们要分析 他背后的差别在哪里 乐观一定是盲目乐观 他看明白的话 他不会乐观 然后这种背后 就像所谓的正能量的人 他其实也是一个 他务视客观 他务视背后的原因 所以他就是正能量 因为他光看表面 务视贫穷 务视不公 务视问题 然后用自以为是的 所谓的光芒 来装点他的浅薄的大脑 但这种人注定会灾难不断 他注定会成为历史 他们特喜欢这个看事主观 看表象 容易有偏见 容易盲从 但是其实这个不难 其实怎么不难呢 我们只需要多思考一个事就好了 是什么 为什么 因而起 我说过多次 其实就多问一个为什么 包括那个女婿 被他岳父架空 包括别人告他的黑状 老板穿小鞋 因为这个真的不难 就多问一个为什么 对吧 你看正常的思维是问五个为什么 其实我就给你们建议 你多问一个为什么 就迎人而起 对吧 你老丈人为什么把你给免了 对吧 你问这一个就够了 对吧 人家的企业 人家的半条命打进去了 万不得一会免你吗 人家免了 你不被逼无奈 没有承受多大的压力 你还冤 你冤什么冤呢 你把这些事问明白 不就多问一个为什么 就够了 还有一个搞明白因果 你就不家和郭的关系 郭富和民富的关系 多问一个为什么 你就知道了 谁是因谁是国 就这点就够了 不需要讲太多的这个逻辑推理 那太多了 包括因果律 五大因果律 等等这些不需要知道 然后我们接着继续聊 另外一个 就是只要是你多问一个为什么 你会突然会发现 所有的认知动然打开 你会看到一个真实的透明的世界 就够了 就多问一个为什么就够了 所以这个春节期间 我希望大家别荒废这个节日 多问一个为什么 然后你会发现 你开始有突破 你不再担心别人怎么看你 你不再因为别人和你的想法不同 而有压力 你开始思考 做自己想做的事 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也不太在乎别人的认可 别人的赞美 你内心开始变得自由 你开始享受孤独 我认为这个就够了 这就叫我们不白过一个节日 节日是用来成长的 节日不是用来喝酒消费的 那就浪费了 然后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 未来是不确定的 未来依然不乐观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 未来很乐观 但是原因我不方便多说 所以我把我以前的 那个生存的六原则 我有加了几句话 把它变成了最新版本 你也可以理解为大陆的版 不适合大陆 大陆之外的不适合 大陆的最新版 我的生存的六原则 我给大家念一遍 我就不做解释了 相信你们能懂 基本的认知就是降低消费 然后降低消费的 背后怎么降低呢 就是首先是降低物欲 然后低调作人 放弃名利等身外之物 不投资不利财不贷款 不舍账不担保不买房 不创业不跳槽 创业要谨慎 还是要创业谨慎 然后少借钱 少穿名牌 少开豪舍 少住别墅 少住高层 活着就是胜利 活着就是最高战略 活着就有希望 另外一遍 做好自我保护 首先造好自己和家人 控制情绪 不计划矛盾 会思考 会思考就多问为什么 你不要张水认为 你会思考 就像我说的是尊重孩子 那孩子游戏还是尊重吗 这叫不叫思考 你多问一个为什么 孩子为什么打游戏 就够了 然后有主见 提前应对 你不要对最后 你才hold hold也不完用 关键时刻 知道紧急避嫌 那是你的权利 上帝赋予你的权利 再就是不产与不着恶 很多地儿 你会发现 开始招工的时候 白衣服的人都不要你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再另外是强身健体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少聚会 少扎堆 单定 因为我担心会二次感染 对我们的伤害更大 你看看这段时间 连去世都要排队 你这往上 你想象不就知道了吗 再另外就是交渡山库 交渡山库就是 你城里有一套房子 支柱 保留一套房子 就可以 然后老家的房子 最好保留住 有地寒也保留住 这是最好的 有空的时候收拾收拾 但是钱都得有点小钱 还有一个是分散保值保人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包括现金 现费 每一刀黄金都准备一些 存款不要放小行 尽可能放大行 孩子有能力的话 在地闪地上学 这就叫人的分散 另外是钱的分散 还有一个防患有未然 你首先要护照 多几个签证 最好有几个PR 然后要知道怎么激活 随身带手机 你爬墙的手机 不要随身带 随身带备用机 爬墙的放家里 然后把冰箱 把厨厂释放完 有被荣耀 现金应急设备 同时做好 没水没电 没网没气的准备 居然视为位于臭毛 学狗熊过冬 你看狗熊怎么过冬 再另外就是看透周期 不仅仅是经济周期 包括政治周期 你看打眼是怎么应对周期的 是悲艳难飞 然后对得起自己遭受的苦难 你比如苦难过来之后 你还没看透就麻烦了 是丢掉幻想 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人寿孤独 提前筹划 提前行动 跨越周期 剩下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不准最后一块同伴 在最后就是我们提升个人的能力 作为老板来说提升企业的能力 因为能力是对抗 不确定的最大的资本 还有一个不浪费每一次危机 打萧条可能也是打重启的最后机会 最好的机会 所以危机中是有机会的 所以在危机中找机会 在存量中找增量 在逆势中找增长 在茫然中学会坦然 大概就说这些 多数都讲过来 就是加了几句话 然后我相信你们能懂的 然后最后祝大家春节季见吧 过得很充实 过得很坦然 我们春节后再见 我以上说这些 仅供参考 也没有任何的依据 也没有任何推理 千万别当真 好了 我就说这些 今天就到这儿